2017年雄狮旅行社的资料库 遭到駭客入侵 造成36万笔消费者资料外泄 其中有18名会员因此被诈骗 损失惨重 幸好有消息会帮忙发起 史上首次团体诉讼 帮助他们讨回公道 主管机关如果发现 有多数消费者同时受害的这个情形 看看来问一下消息会 是不是有可能为这些消费者讨公道 只是打团体诉讼困难重重 因为必须符合多项条件 像是被害人得超过20人 并委托消费会等民间团体 加上资料收集过程繁琐 律师很难矩阵因果关系 指控对方有过失 造成治安团送很难成立 应该要去妥善的去保管 改善他们的一个保管机制 因为主管机关在各自法上面 也可以要求郭克兰 去进行一个安全上面的改善 实际比一比 金管会跟数位发展部 针对各自外泄所订出的相关规范 其实大不同 像是金融机构因为有银行法 制定完整规范只要泄露各自 就会重罚200到5000万 但电商平台只适用各自法制度不完整 造成同样是各自外泄 处罚金额却不一样 也让业者因此有了侥幸心态 有限的能力之下 他事实上就一关卡一关 你后面要再去补墙 事实上完全可能要重新去更改系统的 专家点出关键在于制度面的一国两制 唯有建立一致性的法律防火墙 才能更有效保护各自不外泄 今集完奥跟养卖王仲军才报道